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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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给与点击双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哎 迪鲁可不太激烈啊 哦 那没办法了 只能反馈了 亮了 这个三秀五将很亏的啊 很亏的 万一这个也白掉了之后很亏的啊 鞋亮将先藏一个手亮是吧 先发制人是吧 小乔 然后补我们菊花一刀啊 哎 这万一详细周悦伦的歌 菊花残满地上 可惜小乔已泛黄 人气很商量 啊 啊 我们主持角是坐在同学台上嘛 啊 玩着二桥是吧 同学台上玩女仆是吧 条杀 先找一个桃子 漂亮 这就是雷点的能力啊 能够迅速的找牌啊 其中挑成对自己的一个手牌质量 搞一下这个小乔的手牌 桃圆结义 不如砍一刀吧 不合适啊 砍一刀自己掉血 十个桃子吃满血就好了 铁锁连环 呃 这个好吗 火攻一下 看什么牌 桃花给他 连不了 我怕你干嘛呢 砍一刀 砍一刀小乔 对 对 好徐胜 徐胜的我这样很不错啊 诶 给牌了 其实我觉得之前的话 走光蟹可以不用给啊 这一笔我们有桃子也不怕什么呀 对不对 两个杀一个闪就可以了 两个杀一个闪 就是回头外留牌的话一定要两杀一闪啊 因为 就一堆杀闪力的话 因为两 南蛮是两个是肯定的 万剑的话就那么一个 那你说袁绍的话呢 没完了 对吧 而当初来三五 三五 哇 这个阵势不太好啊 光之虎封剑啊 三把剑 三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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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了我们的胸口啊 瞄准了我们火热的胸膛啊 然后真机看不下去了啊 算我强位者 虽有眼病猪啊 然后搞一下分色 也搞不到病人 但你不怕赶到四马一吗 往西 两张牌还是不亏的 烙不四手烙下这个二张 闪电 这将是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兵器 三把枪干凝 装备不少 核心 四个五国 连成一线 主要目标 现在先把 先巩固一下状态 冰凉寸断 不好吧 这个决斗不太好吧 同学啊 四马一虽说脆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拼啊 你觉得合适吗 你不觉得应该先把孙权的血回起来 然后把真机的闪电拆了吗 这不是你最应该做的吗 大国就是太浪啊 真的太浪了 但即便如此的话 我们打这个四五国的话也是有些难度的 无蟹可击 这个无蟹有点多余了 你这无蟹有什么用处啊 只不过一个过拆而已 你的闪电怎么办 向香 向香 你真是凶大姑呢 这句话还真好啊 我敢说啊 多数人玩搜像箱的话 先看搜像箱的是吧 嗯 容貌啊 容貌 看他的技能啊 一会儿也不是五国啊 一会儿也不是五国也是野心家了啊 二号位二号位黄盖啊 黄老板啊 挂着连奴啊 啊我竟然是野心家 是吧 简直是不可饶恕啊 快快跟我远摇接工啊 吃个小条 逃的不少 三 三血的黄盖 我记得他负账好像很坑啊 这牌账好像是有问题的 荣耀接工 两个荣耀接工了 两个了 刷了两个了 十九张牌 顺手牵羊 这哥们是要强推了啊 是要强推了 曹操 曹操夏侯敦 曹操夏侯敦 曹操夏侯敦的话 夏侯敦 我觉得 我觉得 夏侯敦可以放弃 可以放弃 可以放弃啊 让黄盖去打一下嘛 把我给我推掉 是吧 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但黄盖那么多牌 曹操夏侯刚他的话 也 幸好清一下他手里 比较废的牌 对吧 黄盖 红牌 我就说嘛 这是我他的问题 就是森色跟黄盖这种武将 就是森色配将 配两血的武将 一定要放主将 这很亏的 如果你现在你说 森色跟黄盖 如果换一下位置的话 他可以再苦一下 是不是又两张牌 是吧 多合适啊 曹操夏侯敦 谈一下森色 应该说类似有陶子的 小小没敢谈他 或者说他敢敢开万箭 是有 有一定把握的 几句红沙 漂亮 边杀边给牌 十一张牌 这大有翻盘之势 好像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啥事了 但是徐胜的这个移诚 还是有很有作用的啊 还是能够起到一些 杯水车线的作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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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没牌了吗 十二张牌没有了 真假 哎 哎 为什么呀 有桃子 有无限 有酒 为什么起了呀 为什么放弃啊 为什么呀 未解之谜啊 为什么呀 这有点奇怪的啊 大乔跟徐胜 勒布斯主没没笑 先把牌修好太大了 那靠我们了 火攻有了 南门 红 沙 对吧 先火攻 先开南门 可以先开南门 先过下牌 无过现在是您是防御很问题 忘戏啊 无脑忘戏 现在是需要的是过牌 不需要的是策略啊 是无脑过牌 以一代劳 调整手牌 把自己草花跟一个方块扔了 对 花色要准备好 火攻的个儿章 不行 我们还有吉林弓 还有桃子吗 大乔的桃子 应该是随后差不多了 他没有过不过牌 分拳的话没有 哎 只能下三小圈了 小乔会弹 会弹的 取胜的话会会流离 就他就是 装上枪的血量更好一些 南门入侵 有两无蟹也不怕他弹 掉血 没有 没有 我们出山了吗 没有 完了完了 没摸到连弩 连弩的话也 有连弩的话作用也不大 我觉得 只能靠闪电了 救救救救救救救 不救他闪电没了啊 冰的话可以不管 那闪电一定要给打无险 我们如果想赢的话就要靠这个闪电了 增机跟配曹人 那你之前干亮出来呀 半血摸牌啊 这有什么好保留的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黄盖啊 在这边楼巷属于一个山水炸弹 是吧 瞬间把这吴国 吴国稳固的一个局面啊 炸开一堵墙 炸开一个缺口 然后让我就是腹背收敌 吴中生有 火弓 带给他来一击中拳 好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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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刀杀人 嗯 大乔你觉得这个接刀杀人真的有 真的有必要 打个杀出去吗 你不觉得这个牌扔了更好 更好吗 开个桃园 大哥你开桃园真的好吗 我觉得这个桃园 也可以不开 因为有闪电 给 是生是死 看死一波了啊 雷公祝我啊 雷公害破灭啊 天公祝我 罪在夹子 天下大吉 现在二打一的话 稳一些就可以了 慢慢的 啊 容我徐徒良济啊 容我们徐徒良济 这是谁的配音呢 这是那个 老三国里面的貂蝉 在封一亭的时候 貂蝉找到吕布说 哎呀将军啊 那老贼 侮辱了我 你要救我呀 吕布看到貂蝉受 此侮辱我 也是内心十分的痛苦啊 容我徐徒良济 难道将军为 是天下大英雄 难道还怕是老贼 不行不可 怕的老贼吗 啊 我要徐徒良济啊 徐徒良济 漂亮啊 一个过差一个顺手欠阳 顺手欠阳啊 过和差顺手欠阳啊 呃 两张牌打出去 哎呀 掌疤呀 你看看你 脱管了 这时候主持人 连闪都不留了啊 你闪都不留 直接掌疤呀 真是 真鸡淘仁 真鸡 真福 鸡的话是 鸡的话是美人的意思 真鸡真福 据说跟这个淘仁 有一腿啊 有一腿啊 啊 淘仁当年他好像 呃 被曹 当时曹操不是关斗之战 打败了袁绍吗 然后 然后 然后曹操跟曹丕啊 就收编了这个 曹操的 袁绍的家属 曹丕一眼也看中了这个真鸡了 据说曹操也看中了真鸡了啊 当年两个人好像 曹操一看 哎呀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嘛 我的就是你的是吧 那给你吧是吧 然后曹丕 曹丕拿回家了 曹丕 你真鸡的话好像会写个诗有点文采 然后在后花园 当时曹操年纪也不大 然后你想想是吧 十六七的孩子 然后二十几岁是吧 哎你想想就知道是吧 你懂的是吧 你懂的 好了 本期录像到此结束啊 我这次录像的话 就做一个一期录像 一个视频做一个录像 不是 一个录像做一个 不是 一个录像做一期视频 好吧 本期视频到一周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视频更新 嗯 我在考虑 往B站传视频 嗯 多条 多条路嘛 扩大影响范围 好的 本期视频到底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的视频更新好的 拜拜 拜拜